我看比赛视频 发现有时候放圆网之后居然站那么靠后 就不怕对面圆网转进网吗 如果对手放了一个圆网 那对手大概率在中场或者中后场的位置准备抓推 先不谈失误 为什么不多用圆网转进网让对手难受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进网的距离比圆网近 对手又站那么远 圆网转进网是不是很直 为什么我问这个 因为我就是被难受的那个人 所以我想问怎么接圆网转进网的球 还有对于圆网抓推 一般都是换成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吗 封营浮律里放圆网抓推 是专业选手经常采用的战术 一般情况下 在对手放网或者搓球质量太高时 会使用这个战术 放圆网时 因为球离网比较远 如果对手要放进网 势必要有一个高抛物线 如果对手用搓的方式处理 距离的缘故 球很难在长距离后 还有激烈的旋转 所以两种方式都很难对我方构成威胁 而长距离的放网 那种力度很适合推球 这就是为啥放网的人 站在比较靠后抓对手推球的原因了 你采取了这种战术 但对手放进网来回击你 让你难受了 原因大概会是以下两点 一是你的圆网放得不够远 圆网的意思是对手接球的时候在前场发球线左右 或者你的放网球的力度不够 软绵绵的最适合搓球了 二是你放网往推的太后 放圆网后站在发球线靠后一步的距离是比较合适的 太靠前对手的推球你很难拦截得住 太靠后对手的回放会让你难受 至于步伐上的站位右手直拍的放往后一般是右脚在前吧 一个并不后退应该还是右脚在前 当然这是习惯问题 我也见过右手直拍的人抓球时左脚在前的 这个时候根据你的习惯来就行 我打篮球转羽毛球快两年 但有个毛病好难纠正 就是打球的时候容易像打篮球那样发力 除了杀球有些离身体远一点的 还容易用打篮球的思维去跳着街 有时候重心也放比较低 然后显得身体很僵硬 动作也很丑 这类问题应该用什么专项训练去解决 要练习哪些步法 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谈吉他的小丑 我觉得篮球的很多移动方式与羽毛球是一样的呀 篮球与羽毛球最大的区别是场地尺寸不同 篮球很多是长距离的移动 而羽毛球的移动重心转换在一至三步之间完成 这就是你难受的原因 其实你有篮球的基础 了解羽毛球的移动方式后 稍加练习就会比别人进步的快 如果仅仅是在步法方面 篮球有并步 你会的 只不过羽毛球的交叉步 启动步 你要练习一下 有一些点你需要记住 羽毛球在一两步移动距离内 一般用的是并步 超过了两步 交叉步就用的比较多了 并步的优点是频率快 短距离速度快 缺点是长距离费力且慢 交叉步的优点是长距离移动时省力且轻松 缺点是短距离时不好调整 不管哪种距离的移动 首先是要放松 准备启动时 两膝要微曲 启动靠脚掌发力 如果你能找到至少有业余体效经历的教练 他们都会这些分解步法的练习 你可以跟着他们去锻炼 体会一下 往前封网 我总是封效网 如何改变这个问题 错位的海洋记忆 往前封网效网的原因有许多 例如举拍准备太慢 仰拍不够或慢了 击球点靠后或太低 回拍速度太慢 用大臂击球等等 没见过你打球 所以不能给予针对性的建议 但是你可以对照以上原因 根据自己的技术动作找出问题所在 我们应该知道 举拍太慢会造成机球点太靠后 所以来不及发力 仰拍不够或者慢了也会造成机球点过低 或来不及做闪万的动作 回拍速度太慢 造成期望的机球点和实际机球点不相符 这是最容易造成风网下网的原因 最后很多业余球友在做往前的技术动作时 没有养成用手腕发力的习惯 接球时往往下意识地用大臂发力 这些都是造成风网下网和失误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不确定因素 如果你在以上的技术动作中 做一些针对性的改进 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你会有很大的进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